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情况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1点左右 北京奥运圣火完成了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境外第4站的传递 6号当时伦敦下起了多年罕见的鹅毛大雪 小云火炬在一片银庄素果当中传递奥运激情 当地时间6号上午10点半左右 起跑仪式在著名的温州立体育场举行 曾连续5届奥运会夺军的英国传奇选手雷德·克雷夫成为第一棒火炬手 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的传递正式开始 伦敦的传递活动是本次盛火境外传递中 路线最长、传递时间最长的一站 传递活动途经大理石拱门、海德公园、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 唐人街、大英博物馆、圣保罗大教堂、伦敦塔桥等著名景点 整个线路长于50公里 共有80名火炬手参加传递 其中包括中国驻英国大使、傅营等4名中国人 英国政府和伦敦市对传递活动非常重视 当第34名和35名火炬手在唐宁街10号前进行交接时 英国首相布朗出门迎接 而当圣火经过圣保罗大教堂门口时 伦敦金融城市场横袍加深前来迎接 经过近8个小时的传递 北京奥运圣火于当地时间4月6号傍晚 北京时间4月7号凌晨抵达了火炬接力的终点 位于伦敦东南部的迁徙馆 当地时间下午6点 最后一名火炬手手持火炬抵达庆典仪式现场 千年穹顶外的半岛广场满成整个传递 随后北京奥运圣火乘专机离开伦敦 飞向下一站传递地法国巴黎